通过学习听闻佛法,明白了世间的真相,发现许许多多的人,都在从事一些饮阵止渴的行业,确实苦不堪言啊,在此与大家分享这些道理,希望不明白因果报应的人,有所醒悟。 下面提到的这些行业,在佛法里都属于黑业,或者叫做恶业,也就是危害社会大众身心健康,给世间以及家庭,个人造成种种不安定的因素,乃至于天灾人祸的恶因。 养殖场 屠宰场如果您还在养殖,出于经济利益的原因,建议您给屠宰场或养殖场安装一个播经机,播放法华经冷言经经文读诵,以及法师讲义,跟这些众生结下大神佛法之缘,他们来世也能因为佛法得度。 如果您能够法大心,觉悟其中利害关系,把动物养到终老病亡,埋葬了即可,不要杀害以后贩卖出去给人食用,发愿以后不再养殖,不再杀生,这也是一种补救的办法。 如果,执迷不悟,恐怕生生世世要偿还今生的物债和命债,六道轮回苦不堪言那,又刮胡。 烟酒店,歌舞厅,酒吧,网吧,电影院,游戏厅,游戏开发,麻将馆,出售传播色情影音制品,这些身体麻醉品以及精神麻醉品,只能培养人的贪嗔吃慢疑等等恶心,这个看似小事,实际上对自身以及社会的危害非常大,属于潜在的毒瘤。 如来十号里面的第二个佛号叫,应公,简单解释为,以自身的起心动念,言语造作应对一切万事万物,而得到万事万物的回馈,在世间法里叫,行为反作用力,所以,您从事这个不利于大众身心健康的行业,时间越久,危害的人越多。 促成社会不安定和谐的因素越多,自己的罪业也越大,祸及子孙,要醒悟啊,宇宙法界,天人鬼神,山河大地,牛马猪羊,有情物和无情物与我们是一个本体,千亿法而动全身,伤害别人,伤害大众,就是伤害自己和家亲眷属。 无形中的行为反作用力因果报应,会让您的生活,工作,事业,家庭出现种种严重问题的,尤其是个人,还在吸烟,喝酒,吃肉的朋友,要下决心戒掉,生理瘾非常好戒,就是心理上的瘾需要抑制。 可以通过读读法华金棱颜咒,以及诸多人士,社会环境来转移意志,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方法来对质,主要还是自己的决心愿力,从事这些行业,就是在造就自己今生今世以及来生来世贫穷,下贱,多病多灾的苦因啊,又刮糊。 海鲜肉食酒店,烧烤夜市,凡是肉类都不可贩卖这个都不需多说,动物的肉,从营养学,医学,科学,因缘果报方面来说都没有一点好处, 只会给自己增加罪业,使得自己在中年或者老年时的各种顽固的疾病,如关心病,心肌梗塞,老年痴呆等等。 想一想,世间那些得了白血病,肿瘤,糖尿病各种癌症的人,以及天灾人祸,车祸,火灾,水灾,地震等等灾难中遇难者,那都不是无缘无故的殒命的,都是杀生所感召的恶果。 恶怪满营的时候,就要受爆压,那还是现世的花爆,去世了以后还有果报。 你今生吃他半斤,来世投胎为畜生的时候还他八两,那个时候非常的苦,因缘果报不会差一分一毫的,要明白,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大型灾难,如海啸,地震,水灾,龙卷风等等。 那都不是简单的自然现象,那都是被杀害的动物集体来报复人类。 讨债来的,在灾难中遇难,受灾,受害的人,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倒霉,都是有他的恶因的,不是前世的杀业就是今生杀生的果报,或者是前世和今生的杀业相互交织在一起受恶报的。 有些开大酒店的老板,一开始确实很赚钱,因为开大酒店杀生而发家致富的。 结果,到了他中老年的时候,福报消耗得差不多了,恶果慢慢开始献钱了,他所赚的钱,全部都花在治病,官司,以及儿女闯的祸上面了,搞了那么多年到头来一场空,还背负了那么多命债,自己命中以后还要下地狱受报。 来世投胎为畜生的时候,还要还命债,你当初是怎么对待动物的,也会让你承受同样的痛苦,不是一条命债,是无数条。 想一想你当初杀生的时候有没有计算过数量,这就是相应的因果报应啊。 建议,有发心悔过赎罪的人,多多开办素食餐厅,有钱的老总也可以提供免费素食供养大家,大力宣传素食的利害关系,自己也要用心把开悟的,冷眼睛成佛的法华经法理法医学懂。 条件允许的话,给素食餐厅另设一个讲堂,安装一个投影机,从早到晚一直播放法华经冷眼睛奖金,免费供养来听经的人们吃饭,亦或是供请觉悟真理的法师,去素食餐厅的讲堂宣讲真理,符会双修,功德无量,又刮胡。 动物皮制作的衣物,皮具垫,皮草产品,象牙制品等等稀有动物的皮毛和五脏凡是动物,身上的东西都不要贩卖,果报很可怕,稀有动物本身灵性非常大,杀害他们,他们那个称恨心非常可怕,不把你搞得家破人亡都不甘休。 除非你个人福报很大,年轻时,杨气盛他们没办法报复你,等你上了中年或者老年,就会让你遭遇各种恒祸,或者干扰你的家庭成员。 曾经有一个人,他的两个朋友抓了一条蛇主了,让他过去一起吃,他去了不敢吃,只是喝了一口蛇汤。 后来那两个朋友都是私鱼非命,车祸而亡,最后轮到他了,那条被杀害的蛇附体在他身上说话了,那两个已经被我整丝了,就剩他了。 法师说,他没有吃你的肉只是喝了口汤,蛇说,喝口汤也不行,我就是要把他整丝。 最终通过僧人从中调解,但是,还是让他身体残废了,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。 蛇前世也是人,由于那种称恨心非常强烈,再加上自己的业力,所以堕落畜生到了,但灵性很高。 我们再看看每天世界各地以及国内的新闻当中的恶性事件。 您就要联想一下,如果自己持续造恶,那么,指不定哪一天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。 在这个人心动荡的年代,一切所谓的天灾人祸都有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。 成人用品店,打胎药,迷幻药等等。 黑诊所的黑医生替女孩子打胎,搞美容,整容这些事情,性质上就是间接杀生。 做这些的医生可要醒悟了。 同时,这些行业主要就是促使众生思想不正。 邪淫成风,导致,国家,人民,企业,家庭。 第三者插足,夫妻闹离婚,形成一种恶性循环,滋生出各种腐败,官僚,贪污行贿。 邪淫的花豹就是贫穷下贱,人瞧不起,身染怪病,走到哪里都会出丑,使得穷人更穷。 富人家道中落,各种是非官司缠身,甚至会遭遇恶性灾祸。 命中以后,果豹在无间地狱万丝万生,打猎,捕杀各种动物,贩卖鱼具,老鼠药,文银药,杀虫剂, 农药等等新型的捕猎,伤害动物的工具这样的人,一般都是撕得很莫名其妙,而且灾祸来得非常突然。 只要他不觉悟回头,福报一旦享受完,立刻就会遭到恶报。 本身从事这些行业就是在一天天的折服折兽,去世后下无间地狱。 那种刑罚跟在人世上,断胳膊断腿,抽筋扒皮的痛苦是一样的,在人间有多么真实,下了地狱受刑罚就有多么真实,又刮糊。 算卦,看风水,看相,替人调离于鬼神道的恶缘,介入他人的因果,最终会遭到其他法界众生的报复。 去世后还有很严重的因缘果报要承受这在佛法里,叫做,方口食,以看风水,以及种种咒术,养活生命。 佛说这种食不可吃,否则因果很重,有一种人,有点特异功能,也就是神通,往往会泄露人间不应该知道的天机,这也是非常大的罪过。 还有的人,利用自己有点神通,能够压制住鬼道,神道的众生,专门为人调理因果,诈骗钱财。 这样的做法实在于吃,有的人打着佛门的旗号,给人看相转运,为言耸听,夸大其词,到处诈骗钱财,误导众生。 本身骗人就是地狱之罪,而且还打着佛门三宝的旗号,这就是在诽谤三宝。 恶报不可思议啊。 大家要明白,佛讲经四十九年,唯一只告诉我们宇宙人生本来面目,佛是谁?我是谁?我与佛,与宇宙万物相互之间是什么关系?来龙去脉怎么回事? 但是,佛在开悟的冷言经成佛的法华经中,告诉我们真理到底是什么,大家可以去参学研究。 所以,佛并没有叫人算卦,算命,看相,看风水,又刮糊。 律师,私家侦探这些职业,非常容易介入别人的因果当中,给自己和家人以及生生世世造成障碍。 如果你用心不正,一旦因缘惠遇之时,他就不会放过你。 所以,在此劝勉那些从事律师法律行业的人,一定要秉公执法,不要收受贿赂。 这一点千万不能含糊。